现在的父母怕孩子输在起跑点 在孩子成长的学习过程中 总是塞满着各种填鸭式的教学 其实成绩并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学习途中引发的好奇与主动 方能将学习的效益发挥到最大最深刻 旅行是一件充满快乐跟惊喜的事 所以它不仅仅是到此一游的概念 它更像是一场感官之旅 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旅途当中 都可以有很多的身体与心灵的对话 在世界舞蹈中 孩子们牵手搭背 考验着方向感 节奏感与聆听的能力 当孩子的身体突然转不动时 老师只要手势一笔 手一牵 传递舞动的方向动能 孩子的身体又自然的流畅起来 与门教室相信 让孩子的肢体跟世界接轨 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自我的世界 从小培养更深更广的视野 我们透过五步的学习 让孩子产生好奇 并且让他们愿意去探索 所以孩子就可以开始认识 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 我们期待每一个孩子 都可以从身体的学习 去打开世界的宽广 原本教室提供孩子在舞动之间 感受各国风俗民情 透过肢体与外界持续共振 认识世界各民族的身体与文化 在旋转中滑用全世界 简燃生命中的无比热情 快跑 快跑